みなさんこんばんは 今日はスラガーオーダーグローブ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各位球員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阿豆 今天剛好又有三個球友定做的スラガー手道道 雖然說道貨數量不是很多 阿豆還是想要借這個機會 大概拍一個10分鐘內的短片 來跟大家粗淺的介紹一下 九華田的定做 九華田的定做 OK 那今天要開箱的是 20MS 7PS1 還有1.1的IMB 這三個刀目這樣子 OK 那我們先開箱 第一卡20MS 這是由一個姓劉的球友 向阿豆來定做 那近期呢 近期呢 スラガー日本的面狀況是 其實定做都要等待 蠻長一段時間 所以阿豆也感謝這些球友 耐心的等待這樣子 那這一卡呢 這位球友選用的是 接頭面是黃色 然後 手背面就是黃白 配上水藍色的夾條 這樣來搭配 那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好像 特別訂出的九華田 好像會跟這種 阿豆拿一下我這邊 自己的九華田 好像要跟這種量產的九華田 好像做工來講差異好像沒有很大 確實 如果說你問阿豆說 到底定做出來的九華田 會不會比量產的九華田 做工更好 皮革更好 它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經驗 來跟你做分享 其實是定做來講 其實沒有比量產更好 不管是皮革或是做工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自己選你喜歡的配色啦 喜歡的刺繡 喜歡的細節 那當然就是價格會比較高 可是實際上呢 它的做工跟皮革 其實跟量產是沒有多大的差異 至少以阿豆的經驗來看的話 是沒有什麼差這樣子 OK 那這咖是量產 先放在旁邊這樣子 OK 那這咖就是這位球友 終於經過了比較漫長時間的等待 終於拿到了 OK 那接下來這咖 GPSC 這也算是阿豆的一個朋友 他訂做這樣子 OK 那它主要的是 接球面是選用 橘色 OK 然後 然後 在手背面呢 他是使用黑色 這個是KS的黑色 KS Black 然後跟灰色 跟橘色 這三個紅色下去做搭配 這樣子 OK 那關於顏色呢 阿豆等一下會再稍微提一下 關於九寶田 軟色跟硬色 到底他們在定做來說呢 到底在皮革的選色上 會有什麼差異 等一下阿豆也會在畫質店做個說明 這樣子 然後他的代比 是選用灰色的代比 整咖一看就知道 這個 絕對是定做的手套 OK 那九寶田來講阿 確實 全新的 不管是定做還是量產 都非常的硬 這沒有湯柔 基本上大概可能要超個半年以上 才有辦法使用 所以會蠻建議大家送去湯柔這樣子 OK 那 他在大拇指這邊 有個個人的刺繡 然後 九寶田呢 在他的標的下方呢 也可以選號碼刺繡 他刺的是31號 OK 然後小 小拇指呢 這邊有一個 阿豆有跟他確認過 阿豆一開始還以為他會日文 結果不是 他刺了一個日文 那這個日文其實就是 風靈禍山的意思 風靈禍山 OK 接下來呢 要開箱的這咖 其實跟這咖 他7PSE的主人 其實是同個球 都是阿豆的朋友 所以看到他的大拇指刺繡 就是一樣 p h 可以 然後在那個 所有背後下面的刺繡 號碼也是一樣的 就是他的背號31號 那這咖呢 這邊就沒有再多做刺繡 那這咖 配色呢 主要是用橘色 配上 KS的黑 然後再配上 也是一樣跟剛剛一樣的 灰色帶皮做搭配這樣子 OK 好 一壘的話 其實九華田應該是沒有什麼刀墨 可以選擇 但是因為這個球有算是內野跟 一壘跟內壘 都有在 一壘跟 二三有吧 都有在做守備 所以他就一次訂做了 這兩個他手套這樣子 OK 那如果說 你問阿豆說 到底 九華田訂做來說 夜市跟軟市有什麼差別 阿豆可以大概 出錢的給大家 幾個方向來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 價格不同 廢話 這大家都知道 那可能 比較少人會跟你們提到 就是說 除了價格之外 其實阿 九華田他軟市 軟市可以選擇的皮革顏色 其實是比硬實還要多的 比硬實還要多的 譬如你真的很想要選那個 像是去年 原田他本身實際使用的水藍色 或是你很想選綠色皮革 或是你很想選粉紅色的皮革的話 那基本上 你只能選擇 九華田軟市的定做 因為在他的硬實皮革選項裡面 沒有這三個顏色 沒有水藍色 沒有粉紅色 也沒有綠色這樣子 OK 所以如果 譬如說你真的很喜歡原田那個水藍色 你可能就要有所妥協 選擇要軟市的定做 那如果說 你問阿豆說那到底 軟市的九華田 硬式九華田的定做呢 到底做出來 實際上拿到手上的手感 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阿豆可以大概跟你說 大概有 兩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說 皮革來說 當然硬式的定做會比較好 當然說 還有在一個 你比較看不到的地方 除非你把手帽 給拆開來看 不然他內部的填充用料 其實也會不太一樣 那以阿豆個人的經驗 個人實際用過九華田的經驗 確實還是 硬式的九華田的手感 會比軟市更好一點 那如果說你 預算許可 你也不會很堅持 一定要選那一些 比較特別的顏色 像水藍阿 粉紅 像綠色的皮革的話 那可能選擇這種 硬式的定制來講 對你來說 會是一個 相對比較 優的選擇這樣子 那回到我們剛剛 再強調一次好了 到底 到底 並做的九華田的做工 會不會比 他的量財的手感好呢 他都必須跟你說 應該是不會啦 他的做工 其實還是跟他的量財 其實差不多的 但是都是走一個 蠻隨性的路線這樣子 OK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 手套做出來的 平整度 然後皮革上面 不希望看到任何 瑕疵 任何缺陷的話 那九華田可能 就不會是你 很好的選擇 當然對喜歡九華田的 秋遊來說 其實這一些 不管是 做工上面的 小問題啦 或是 皮革上面的 小缺陷 其實對他們來說 絕大部分 都可以接受的 絕大部分 都可以接受 就像阿豆之前有在玩重擊 那如果說講到哈雷機車的話 大家都會講到一句名言就是 沒有一台哈雷是一樣的 因為每一台哈雷 壞的地方都不一樣 呵呵 那如果以九華田來講 阿豆也可以跟你講 沒有一咖九華田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因為他可能 街球面啊 皮革啊 一些 小瑕疵啊 也都長得不太一樣 可能有的是 有的是 左邊比較突起啊 有的是 右邊比較突起啊 那有一些可能是 皮革上面會有一些 小痕跡啊 小刮痕啊 這個可能 嗯 喜歡他的人 就會覺得說 可以接受 那 如果對皮革比較要求 對細節比較要求 你的球友呢 可能就會比較難接受 但是 阿豆認為說 絕大田呢 在台灣 確實還是有一定 喜歡他 支持他的族群在 因為 喜歡他的族群呢 喜歡他的球友 都會認為說 九寶田的經典之處 並不在於 他的 做工細節皮革 是在於 他今天的刀謀 跟 湯柔過後 什麼展現出來的手感 嗯 這也可以讓大家做個參考 好 那 希望今天的 九寶田的 Oder的介紹 還有一些 軟式陰式啦 到底他的差異在哪裡 他都 可以 幫大家建立起一些觀念 這樣子 OK 那如果說 你聽完也覺得 都OK 那你還是喜歡 就好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買他的現物 或直接訂做 都是 對於 喜歡他的人來講 都是不錯的選擇 這樣子 OK那希望今天的影片 對大家有幫助 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我們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按讚 跟訂閱喔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